原本深夜还有上千位的群众是守在立法院的广场正门不愿意撤离 不过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清晨的在立法院外面的最新画面 现在天亮了那广场外呢只剩下这个少数的民众 因为多数群众呢大约在清晨三点左右都已经陆续离开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是零星的聚集在青岛东路这一侧 那另外最新消息是呢其实警方已经开始是用柔性的劝导 还有柔性的拉抬方式来行走这些不愿意离开的反服貌群众了